TCL电子控股 01070 本月初发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指之全年业绩 收益明显有显著的改善 集团于2022年整体收入达到713.51亿元 主要得益于产品结构改善 渠道结构优化 以及原材料价格下降 公司的毛利逆势同比增长4.6%达131.12亿元 整体毛利率同比提升1.7个百分点至18.4% 公司全年经调整规模净利润达7.04亿元 同比大幅上升102.4% 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随着经营情况改善 毛利率增加 TCL电子为回报股东 董事会建议 末期股息每股12.70先 派息比率达经调整规模净利润的45% 以现价计算TCL电子股息率约有4% 事不逐的回报 另一方面 集团于去年第二季起正式营运的光复业务 截至去年底 业务已覆盖内地9个重点省市 月度装机订单量及收入快速增长 创新业务已成为集团高增长引擎 今年继续提升覆盖滲透 加速分布光复BEB 企业对企业 及BE4 企业对客户落地 集团继续推进全球化 及科技化的发展战略 同时积极开展 智能物联生态 全品类布局 亦会继续品牌中高端策略及提升产品价格 对于各市场的展望 相信新兴市场将会有相对较快增长 事实上 2022年经历了艰难的一年 但随着2023年防疫政策得到优化 预计对公司业务发展会有不逐的正面影响 各国市场 亦将会迎来不同程度的经济复甦 特别是内地市场方面 2022年TCL 至凭在内地市场出货量同比疫势大幅增长21.3% 零售额市占率同比提升1.8个百分点至14.6% 稳居市场前移 同时TCL MiniLED至凭零售量在同类市场 占有率超过53% 占联冠军 2023年内地房地产开始建底回升 预计对公司的业务会有积极的帮助 不论对收益或毛利方面都令人期待